好 那么同学们 对于中医基础论还有两章 一个叫防治原则 一个叫养生和受药 那咱先说防治原则 这是中医基础论基本上算收尾的 收尾的 还有养生的 养生不是每年必靠 而在防治原则 则属于中基学最后一个每年必靠的指点 在防治原则 防治原则包括预防的原则 和治疗的原则 咱先说预防原则 预防总的原则叫 治未病 治未病 未病还没有发病 才具体的方法 中国呢地大物博人口中多 如果都得了病在治 那就其他浪费医药资源 所以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 预防疾病的基本思路叫谁 治未病 也叫防治治 治未病 治未病包括谁 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疾病 防变A型体考试 很直接的啊 你治未病包括谁 未病先防和疾病防病 咱来先说未病先防 什么叫未病先防呢 未病先防就是一则 养生与增强正气 二则防疫病 并且侵害 我们前面讲过发病 在发病里讲过 发病叫谁 叫正邪相搏 啊 相搏 正气不都是发病的内在条 内在因素 而邪就是发病的条件 所以你要想未病 你要想防病 一则去增强正气 二则去防治病邪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你理解很好掌握的啊 怎么去养生 增强正气 顺应自然 养性 调神 顾护圣经啊 行动锻炼 调理饮食 针灸推拿 药物调养 这叫养生与增强正气 怎么防治病的侵害呢 第一个 避其邪气 比如说在素问上古天之中 就是叫虚在这风 避之有识啊 比如说第二个 给药物预防来防治病的侵害 这种预防强不强 非常强大 对吧 费电来了 有谁预防费电药物 对吧 勤牛感来了 有预防勤牛感的药物 雾霾来了 有防雾霾的药物 所以中医都能使用 都能以药物来预防 避其邪气 那么同时呢 要避其邪气 天气寒冷了 要穿衣保暖 这都叫什么 叫虚蟹贼风 避之有事 避免寒血 虚蟹贼风避之有事 这叫胃病先防 第三个叫疾病防变 疾病防变指的是 在疾病发生后 力求做到 一早期诊治 你只有诊断完了 才能防止疾病 像其他传变 你都没有诊断 那你肯定没法防 所以早期诊治 这是疾病防变的 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防止疾病的传变 怎么防止疾病传变 那就一则阻断 疾病的传不途径 二则先安慰舍却之地 阻断疾病的传不途径 先安慰舍却之地 代表就是来自于 金贵料的要列那句话 叫见肝之病 知肝传痞 当先实痞 知肝传痞 阻断传不途径 当先实痞 前安慰舍却之地 这都叫疾病防变 防变 同学先安慰舍却之地 慰舍却顺没兽却 没兽却 同学老师 没兽却怎么疾病啊 你要注意这句话 理解啊 理解 中医说话 都是说一半藏一半 也不光中医说话 以前古代文言文的时候 都是说一半藏一半 老师多讨厌人啊 为什么不能像白猴儿一样 说全了呀 因为古代人写字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古代人写字 尤其内经成的年代都写在竹简上 刻一个字那很难啊 所以说古人有先就没后了 认为我说了先 你就自动能理解后了啊 虽然古人在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情况下 很好理解 但现代人呢 为什么不爱读文言文 就在于这种藏头椰尾的 这种读书习惯养成不了啊 这就要完整按照文言文 按照现在白猴儿的表述 怎么表述 叫先安未受协之地 再治或者叫后治已受协之地 但是他后面这就没了 同学就不能理解啊 理解 所以记住啊 先安未受协之地 后治已受协之地 所以患者病没病啊 已经病了 那么这所以先安未受协之地 就在于疾病房这些方便 防止他向未受协之地传遍 这属于一个疾病房便的内容啊 内容 来看考题 疾病房便属于谁 记住 无论卫兵先方 有疾病房便 依然谁 依然属于治谁 治卫兵 卫兵先方 疾病房便 都属于治谁 治卫兵 答案选择 B 那来看第二个 治则 治则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叫谁 叫治病求本 18年在这考题 很简单的啊 记住啊 治疗疾病时所遵循的 基本原则叫谁 叫治病求本啊 治病求本 它是治疗疾病时 必须的基本原则啊 基本原则 在治病求本下 它包括谁 记住以下的这几个治则啊 叫服政区学 调整阴阳 政治反制 治病要治本 三阴之一 五大治则 五大兵纪 五大治则 治则 服政区学 调整阴阳 政治反制 治病要治本 和三阴之一 那么这里边要理解 治则和治法的区别 什么叫治则 治则是治疗疾病的 大的原则 而治法是也是 在治则指导下 具体的一些 对于疾病的一些 具体的治疗方法啊 方法叫治法 程中林 对啊 治法在方界会讲啊 程中林把治法 概括为八法 叫什么叫 汉土下河 清文效补啊 所以治则是什么 治则 调整阴阳 服政区学 政治反制 治病要治本 三阴之一 什么叫治法 汉土下河 清文效补 这要区别 什么叫治则 什么叫治法 那咱先讲第一个难点 政治反制 政治反制啊 政治反制 政治反制是第一个治则 政治也叫什么治 逆治 记住啊 同校很多 在考试中 分不清政治反制的 原因在这 在于没有记制的概念啊 政治叫逆治 简称就是叫整理 整理啊 整理 记住啊 整理 记不住就整理啊 整理啊 整理 政治叫逆治 是逆 正后的性质 治疗的一种 常要方法啊 常方法 大家都会政治 叫什么叫 寒了 用热药 热症用寒药 虚症用不要 虚症用虚症用虚症 这就是逆 正后性质 而治的方法 就要政治 也叫逆治 啊逆治 寒之热之 是用寒性病症 出现寒相 用谁用温热方法 来治疗 就叫什么叫 寒之热之 也叫什么 叫以热药 治寒症 寒症 第二个 热者寒之 这就是热性病症 出现热相 用寒量方法 来治疗 就是用寒药 来治疗 这些热症 这些虚的补治 是虚症的病症 出现虚相 用谁用不要 来方法来治疗 叫以补 治谁也治虚 而时的邪之 是实症 出现实相 用公主 邪时的方法 来治疗 以公主 来谁 来公 以公邪药 来治疗 实症的方法 就叫时的邪之 你会发现 这种病性 跟症状 就是症和症 表现到症状 吻不吻合 吻合 这种单一的 病急和症状 吻合的症状 我们都用谁 正后 我们都用 单纯的政治方法 政治方法 寒则热治 热则含治 需的不治 实在写治 第二种治叫什么 叫反治 同学大多在反治中 容易错 反治叫什么治 叫从治 简直叫犯痛 到考试 谁既不是政治反治 就是犯痛 叫谁 叫犯痛 犯痛就在整你 关于政治反治 和在一块 就叫犯痛整你 犯痛 反治叫谁 叫从治 从治 从治 从治是什么 是当病情 有谁 有真相 假相的时候 我们顺从疾病 假相 来治疗方法 叫犯治 记住结论 反治 必有谁 必有真假 什么真假 含人假 修真假 那么具体的方法 叫什么 叫热音热用 含音含用 三音三用 同音同用 热音热用什么 就是以热制 用热性药物 治疗谁 治疗具有假热 真相的 真含假热症 假热症 老师我就不理解 不理解 在治疗考试怎么选 其实很简单 同学 那么热一用 就是以热药 治疗热症 就这样理解 要治疗热症 你说老师那热药治疗症 到底谁真谁假 你记住 当你去复不了的时候 你就以药来分别 因为什么 你不知道这个热症 真还是假的 但热药 记住 药都是真的 没有假的 药比人单纯 都是真的 没有假的 热药只能治疗什么症 只能治疗寒症 热不可能治疗热症的 那老师这一治疗 治疗热症 所以说热 只要用热了 寒是真的 热就是假的 你记住 用热药治疗 只能治疗什么症 真寒还是真热 只能治疗真寒症 所以真寒就对谁假热 到考试就这样想 热药都治疗谁 真的 热药只能治疗什么症 寒症 所以真寒对谁 对假热 到考试中很好选择 热用热用 真寒假谁 假热 第二个叫寒一寒用 用寒药治疗寒症 寒药都知道真的 寒药都知道真什么症 寒药都知道真热症 真热就对谁假寒 也叫寒之寒 真热假寒症 第三个塞因塞用 塞药都是什么药 都是补药 补药都知道什么症 虚症 所以说 以塞因塞用 都知道真虚而假虚 你用塞药都知道真虚 真虚对谁假实 也叫移不开谁 开塞 通因通 通病药物都是什么药 都是泄药 寒药都针对什么症 实证 所以说 药物都知道真的 那么寒药知道实证 真实 通因通用 就是真实假谁 假虚 到考证 只要理解这个原理 很简单 无论政治反制 都符合致命求本 只不过是反制 又有真假 他要通过假象 看到谁 看到本质 所以说热音热用 喊一喊用 通因通用 他表面看 生存疾病的假象 但是依然致命求本 这个记住 政治反制 都是治病求本的人 你要理解 何为治病求本 第三个叫治标 治本 治标治本 只用三句话就行了 何为标 何为本 那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这个心病和久病而言 久病为本 心病为谁 为标 对于急症和缓症而言 急症为谁 为标 缓症为谁 为本 所以这都是有标本 标本的 那标本怎么治 要记住三段话 急则 治疾标 缓则 治疾本 不急不缓 标本是要兼治 或者标本聚集 标本兼治 缓则 缓则治本 作用于病情 比较缓和病情 欠言在没有极为重症的情况下 可以缓则这些治本 还举个例子 记住 比如说 劳病的 肺神殷虚的可作 那么肺神殷虚之本 可作潮热 倒汗是也是标 你只要把殷虚 补上来这种 咳嗽 潮热 倒汗 这种自然就消除了 这叫缓则治疾之本 第二个 急则治标 是因为病情严重 在疾病过程中 因为标症会影响到 患者生病的情况下 你要先把标处理了 他举的例子 比如说 水果病人的 干血 鱼祖为本 腹水为标 先治 标病的腹水 但腹水消退后 病情稳定 再去 补医 补医 肝神 第二个 比如说 大事业的病人 你说老是什么原因 你打出血 我先慢慢治吧 等你把病因治好了 患者出血而亡了 亡了 所以大出血 对吧 大汗大热 这种严重损伤 体内物质基础的病症 都要急着谁啊 治标 先治血 直接在血之后 再查明谁啊 原因 这叫急着治标 第三种 标本监制 标本监制 顺应谁 虚重于病情过程中 标本 确实 标本 挫杂 病重时 应当谁啊 标本监制 标本监制 指的例子就是趋于感冒 对吧 趋于感冒 阳性感冒 如果单纯补气 容易流血 如果谁啊 单纯呢 截表容易伤症 需要标本监制 意义起截表 这就是标本监制 第四个 扶证和屈邪 扶证期在分什么情况呢 什么叫扶证 那就是谁啊 补正气 叫需的什么 这补之 辅助政绩的方法 叫扶证 什么叫屈邪 驱出邪气 以谁啊 以安正气 叫谁 叫实则卸之 那扶证驱邪 很好理解 但是要注意 扶证分以下 这几种情况 第一个 单纯正虚的病人 单纯正虚为主 习气不胜的 虚性病症 那就单用什么法 补虚法 这没问题啊 叫虚的什么 这样补之 如果以邪实为主要 矛盾正气未衰的 实性病症 那实则什么 这样卸之 用驱邪方法 这单纯的虚症 就用补虚 单纯的邪实 就用谁啊 驱邪 但如果既有正虚 有邪实 虚实错大致症 那扶证兼谁啊 兼驱邪 而扶证兼驱邪 又分为 什么时候先扶证 什么时候先驱邪 啊 这些 你要记住 如果患者 随邪胜正虚 但正气尚能耐功 啊 耐功 这种下就尽可能 先驱邪 后晒后扶证 你老实说不能 先扶证后驱邪 你要记住 扶证的药物 都会是呀 不邪气 所以只要正气还可以 你把邪气驱除了 但一扶证 就效果就非常良好啊 你要不然患者 正气还可以 你记扶证后驱邪 是不是可以啊 是可以 但正气容易导致 并且产命难遇啊 难遇 第五个 正气挟实 但如果正气过度虚热 你就 哪怕你知道扶证 会导致习疑流练 你得先把正气扶起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一攻邪 把正气嚎散完了 因为攻邪 都会嚎伤正气 那患者就死亡了啊 死亡了 所以如果正气过度驱热 尽可能先扶证 后驱邪 纯文字游戏 理解歧义即可 第六个 调整阴阳 调整阴阳的质责 咱其实在前面 阴阳讲过了啊 如果阴阳偏胜 就损其有余 如果阴阳偏衰 就补气不足 这没什么说的啊 至于阴阳互存的 阴阳阴阳并补 这个在前面 阴阳并补书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第六个 叫调理经气血经验 怎么调理 那么第一个 调理气血的关系 调理气经验的关系 调理经血经验的关系 分大标题 没有考点啊 考点 最后一个并级 叫三阴之一 三阴什么 阴时阴地阴人 其中难念在这 在阴时 阴时之一 要根据不同的 时节啊 时节啊 变化和不同的 季节节物变化 来考虑药药 啊 它代表了考 谁要考 以下十六个字 叫用寒远寒 远寒 用温远温 用凉远凉 用热远热 啊 远热 只要考的这十六个字 一定选谁啊 因时之一 但同学往往吧 寒因寒用和这个容易混啊 寒用寒用呢 叫什么呢 叫反智 而用寒远寒 这叫谁 因时之一 这个没什么错的啊 用是谁 是因 在这用就是因为的意思啊 因为天津寒冷 要远离寒冷药物 因为天气呢 温热 要远离寒温热 这就叫因什么之一啊 因时之一 那么在中药学中 咱会讲 老阳光怎么衍生 叫冬不用执子 夏不用麻黄 冬天为什么不用执子 这叫用寒 是要远寒 天气寒冷了 不要用执子 苦寒要我啊 为什么下不用麻黄 天气炎热了 尽量远离 温热要我 这就叫什么之一啊 叫因时之一 因时之一 我们到了夏天 天气热的时候 你去饭店 吃饭的时候 尤其不太大的饭馆 你会发现 它泡水到时候 都是一些黄色的一些茶水 那基本上都是什么水啊 执子水 执子能清热结束厨饭 对吧 夏天心烦 喝点执子水 那么顿时 顿时胃口大开 对吧 胖口大开 对这家的饭店的评价 就会好 好 执子在夏天又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饭店老板 想使坏 大冬天给你泡侄子喝 你这饭都省了啊 吃不下饭了 有一年过年春节 我回老家 老家 老家呢 家里边长辈 一年没见了 很热情 走去家里喝茶 我说您有什么好茶呀 他说你别说 这朋友啊 从西藏带来茶叶 去尝尝 我说真没喝过西藏茶叶 去看看吧 老人呢 就从柜子搬出来一坛 我一看一大坛 这不是什么好茶叶啊 再一看 取出来都是一个小孤独 一个小孤独的 看很厌熟 这不是野菊花吗 我说这野菊花吗 老人说不是野菊花 天生血菊 天生血菊 好吧 长在我们那叫野菊花 长在天上 叫天生血菊了 那也代替不了 它是野菊花的过程啊 大冬天喝 野菊花有没有毛病啊 那绝对有啊 尤其像我这未寒的人 不能喝野菊花 对吧 就是我就 那时候我说算了 我中午还有事 我就不喝了 老人不行 这都泡湖里边啊 那好吧 喝一杯 老人不行 这一壶喝完 好吧 这一壶茶也喝完之后 我这中午饭都没吃啊 呼喊上胃了啊 这都典型要注意谁啊 因食之意 第二个叫因地之意 要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 要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来选择用药 你比如说你同样的结标啊 在北方都用谁啊 麻黄硅制 在南方都用谁 经济防风 这就是因什么之意啊 因地之意 你在北方用麻黄 用量可以用到食物课 在南方你要真外用麻黄 那量就极小啊 这叫因地之意 因为北方苦寒凑理致命 南方呢炎热凑理疏松 用结标的时候 不光用药有区别 量也有区别啊 第三个因人之意 根据别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的 不特定特定 要制定合适的既定啊 既定这叫谁 这叫因人之意啊 因人之意 因人之意中代表的就是 叫老年慎谢 少年谁也慎不 少年人尽量不要 老年人尽量不要 这就是因人之意啊 那来看看 运寒远寒属于什么 运寒远寒 运寒远 运寒运寒 运寒运寒 这都叫因什么之意啊 叫因食之意 答案选择一 第二个政治属于谁 无论政治反制 都叫治病谁要求本 治病求本是最基本的质责啊 指导原则 用不一药物 指导具有闭塞不通的虚证 我们叫谁 叫移不开塞 也叫谁 也叫塞因 不一药都是塞要 叫塞因什么用啊 塞因 闭塞不通叫塞 叫塞因 塞用啊 塞用 塞因塞用 答案选谁要选择 递 塞因塞用 塞因塞用是要指导什么证 不一药物都指导真的 不一药物指导谁 这叫虚 叫真虚 假设也假实 真假实啊 少年圣不老年 圣些属于谁 这属于典型的因什么之意啊 因人而已啊 因人而已 真寒假热 应该采取什么指法 真寒假热对吧 适应疾病的假象 叫谁 叫热因热用 热因热用 答案选谁要选戏 用热药 这叫真寒症 对不对 对 治病求本啊 热因热用 热因热用